即时新闻综合报导有民众今7日早上7时20分在新北市发脸书贴文指出 竟然于我国街头上看见货车悬挂中国车牌行驶 许多网友一直认出照片里的车辆亦属于某中资物流业者引发网络踏发声浪 民众将照片上传至脸书社团爆料公社 从中能够清楚看见一辆黑色的物流车除了有悬挂我国白色车牌 在左下角一悬挂中国广东省的蓝色车牌 号码为月B88888 该物流车行驶在我国道路上背后方车辆上的民众拿出手机拍下PO网引发话题 许多网友看到这张照片后都感到相当不敢置信 有网友认出这是某中资物流业者之送货车辆 许多网友则留言指出这有没有违法要查了 因为也是有用台湾车牌 但这真的很不好 垃圾中国悬挂假车牌不知道能不能扣车 也有网友表示车牌是假的 这车牌要是真的 他也不用当送货员了